我国今天新增了2.1万例的本土个案 比起上周日增加了4.5% 让不少人担心说 疫情是不是出现了反转趋势 对此感染科医师黄利明认为说 目前呢全台的确诊数突破了两成 如果再加上至少有两倍的黑数的话 实际上应该是有40%的人口染疫 而医师沈正南则市井说 从来没有感染过的民众 再加上已经在4个月 4月以前就打过3剂疫苗的人 现在呢对于BA.5的保护率已经降到很低 预估将会有4成多的人口 是BA.5的易感族群 Omicron疫情持续在台湾满烧 有比于前几周夏日确诊数呈现下降趋势 7号则是比前一天增加2000多例 更比上周日增加4.5% 另外也新增42人染疫后死亡 当中一名男子同时感染新冠肺炎 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最后因为败血症不治 随着确诊数增加也让人担忧 难道是疫情要出现反转了吗 我们已经在社区有发现 说个案数增加 应该是要扩大定序的对象 如果有发现新的病毒株 真的是有变多 就可能是下一波疫情已经开始 高起来的速度会变快 范希不是BA.2疫情出现反转 而是BA.5变异株蓄势待发 一是省政兰估计 全台大约还有六成多的人 从未感染过Omicron 其中三剂疫苗 还有足够保护力的人 顶多就只有两成多 因此推估全台将有四成人口 是BA.5的疫感族群 预估BA.5的疫情规模 很有可能会达到BA.2的一半左右 尤其是从来没有感染过 而且已经在四月以前 就打过三剂疫苗的人 对于BA.5的保护力 现在已经降到相当低的程度 建议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 即使是你打了三剂 那经过三个月以上的时间 那抗体还是会掉下来 我们这波Omicron已经三成到四成的话 下一波BA.5来的时候 我们的疫情大概会只有 这波大概一半左右 医师省政兰更认为 BA.5病毒已经在台北市 逐渐扩散 其实是网基隆 新北桃园 中南部则会慢一些 跟BA.2病毒的传播模式 非常类似 也提醒长者和高风险族群 要尽速接种第四剂疫苗 增强保护力 记得我请陈清顺 特别我都